8月23日,守护香港大联盟和香港地势司机从业员总会共同发起守护香港风雨同舟大行动。 超过500辆地势挂上中国国旗,贴着我爱香港,我爱中国等标语,在香港多条主要道路行驶,呼吁香港社会共同反对暴力,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在此过程中,部分激进示威者冲出道路,逼停车队,用硬物击打及蓄意破坏车辆,并撕毁地势车身上的国旗,将其随意丢弃,更有甚者将国旗贴在路面,任由过往车辆碾压。 8月24日,香港地势司机从业员总会第一时间发出公开信,强烈谴责暴徒,撕毁及破坏国旗,藐视国家权威,践踏国家尊严的行为。 总会表示,自由表达诉求的前提是互相尊重,尊规守纪。 这种侮辱国旗的行为绝不能姑息和容忍,希望警方尽快将不法分子审之以法,还社会和谐安宁。 香港地势司机从业员总会理事长黄一峰称,昨天接到很多地势司机投诉,不少人情绪激动,对侮辱国旗的行为表示愤慨。 香港是讲法之地,希望警方严正执法,严惩不呆。 司机打电话上来,跟我封面的时候有这么一回事,问我们总会要怎么处理。 情绪都是很极端的,他们要准备跟他们干,然后我就叫他们不要下车。 因为我们是和平理性的,我们不要给政府添乱,给警察添乱。 我是坚决团队暴力,坚决团队这些没有人性侮辱格旗,包括之前也把格旗建下来,然后扔到大海。 我一直是参加守护格旗的一份子,所以我是坚决谴责,希望警方严正执法,严惩不大。 香港第四司机从业园总会秘书长黄大海一表示,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撕掉国旗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他认为,示威者是假借维护民主自由之名,破坏爱国人士和平游行的权利。 对此,他感到十分气愤。 我们知道国旗是代表国家。 他们跟这个国旗撕掉,然后违坏,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比我们第四司机受到关系还更加气烦。 他们好好地认为要民主自由,但是他们却破坏我们爱国人士和平游行的权利。 我们非常气烦,所以我们觉得香港警方真的要严正执法。 守护香港大联盟组织召集人兼发言人黄英豪称, 举办低视巡游的目的是希望为社会带来正能量,为低视司机打打气。 昨天的活动反响很好,不少游客表示场面很壮观,从来没有在香港看到过。 对激进示威者侮辱国旗的做法,黄英豪称影响特别严重。 这个侮辱国旗和国会的影响是特别的严重和特别的坏。 尊重我们的国旗和我们的国会,这个是十四一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些共同的愿望。 我也希望香港法庭能严惩这批违法者,然后呢,树立这个政器,以后呢,能够把那些歪风邪气能压住。 其实任何的违法者,我相信香港的执法机构都会把他们抓捕,然后呢,按照法律来处理。 所以我想,这批违法者不要有什么幻想,反而他们这个违法行为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黄英豪同时表示,两个月来的非法示威活动已对香港各行各业造成很大影响。 他相信香港的主流民意是止暴治乱,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香港社会的主流愿望。 其实香港目前,我们很清楚,我现在出席一些不同的场合,都有不同的市民走过来告诉我, 他们的所在的行业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想香港目前的主流民意还是止暴治乱,希望香港尽快恢复这个社会的持续, 希望香港的各行各业能够恢复到过去的健康,这个繁荣的场面。 我想这个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最大的主流愿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